中共連續兩天聲稱境內新增病例零增長 但武漢寒家敦社區3月20號的通知說 社區內的利水康城小區又有新增病例 上傳通知的網友說 現在武漢還有很多確診病人 但是都不讓上報 3月19號 有網友在微信群發消息說 武漢統計醫院18號確診了100多例 鐵路醫院當晚確診1例 區長在醫院陪了一晚上 不讓上報 報上去就下課 20號 又有網友發消息說 同計醫院確診了20多例 不敢上報 3月20號 李文亮醫生生前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 又有一名員工因感染中共病毒 俗稱武漢肺炎 去世 這名員工是該醫院肝膽疑外科主任蔡長春的妻子劉莉 據報導 蔡長春因涉嫌參與活摘器官 正在被海外追查國際組織追查 3月18號 有網友貼出的一張 醫療隊請站書顯示 重慶第8批援助湖北的醫療隊 請站去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支援 據在醫院工作的人士透露 武昌的許多小區現在疫情又集中爆發 一批援助湖北的醫療隊便要求去武昌支援 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正是在武昌區